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启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呢 昨天继续上涨了78.93点 刷盘指数是16554点 涨幅0.48% 成交金额3107亿元 OTC呢 则是上涨了1.82点 刷盘指数是206.16点 涨幅0.89% 成交金额也放大到884亿元 在我们现场的是 证券分析师欧伟杰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伟杰台北股市呢 继续的创历史新高 集中市场创历史新高 而OTC创13年半的新高 两个加总起来的市值 当然也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台北股市一度让人紧张 因为呢 美国的股市是跌多涨少的 昨天 今天其实美股是小跌 那么但是昨天台北股市呢 就出现了一个开低震荡 最后在最后一个半小时 就明显的一个拉抬的走势 那台北股市今天要如何的预估呢 好方言长 大家早 我想其实在台北股市的这个 技术现行上面我们就就线论线来谈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多头格局 这没有改变了 那现在的整个台北股市的多方格局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 3月29号的这个多方缺口 那因为这个缺口呢 是短期它起工的一个位置点 就是挑战收盘历史最高的这个位置点的起工点 那会不会在这个起工点 有持续的往上一个波段的一个攻击 这个就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因为毕竟现在目前台北股市已经来到了这个 完全是一个历史新高 没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多方大家就不用再去网上找压力 什么1万7 1万8 这个都不需要 你只要把 那些只是整数关卡 细的压力而已 那只是说我们在多方的格局里面 还是就是先把支撑位置给看好就好 那至少在这边3月29号 这个多方位置的起工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如果它能够守得住 那么对于整个短线上面 台北股市的多头行情来说 的确是有机会继续延烧的 好 所以你的起工点是设在3月29号 那么所以3月29号当天收盘是16475 那依此作为它的起长点 那所以呢 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整个台北股市它在量的部分 占到了一些些这个便宜 因为现在目前的月均量大概是在 3150亿 那它的门槛相较于上个礼拜 我们在观察还是需要3300亿 少了150亿其实对于 这个台北股市来讲就轻松很多 因为它就不需要 一定要去靠半导体去撑量 它只要靠电子股当中的一个 全支股的带动就可以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那另外呢就是配合上月线的扣底值 是在短线当中从前一波的高点 陆续的往低一点去做靠拢 那所以呢它在这个成交量的部分 有一些些优势 然后在扣底值的部分 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个优势 所以对于现在来说 到下个礼拜 到下个礼拜整周啦 到下个礼拜之前 而且基本上台北股市 还是能够维持在比较 属于多方的环境当中 那波段的支撑 我们刚刚讲的3月29号是 这个多空 短线多空强弱的分界里 那这边是可以确定说 这一波台北股市往上突破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假突破的关键 那另外呢波段的支撑 我们就把它上移来到了月线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 就是说在前一波的 这个大量起涨点 是一个支撑嘛 3月11号长红K棒的第一点 那现在呢 把它上移来到了月线的支撑 那也就是说 如果要看到台北股市 结束这一波的多头 那就是跌破月线站不上 那就是结束 所以月线的支撑 是现在目前 我们观察的一个位置点 那另外成交量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因为低门槛 所以有一些些优势 那么再加上这三天 外资是连续买超50亿三天 50亿以上三天 这个终于难得看到 今年以来终于看到 它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再加上它在 期货的一个进空单 是已经来到了低于2万口 这个也是 今年以来首次的一个现象 所以短线上面 外资是有一点点 比较中性偏多 但你说它全面翻多 其实有点难度 因为在短线上面 行情归短线 长线对于他们来说 资金还是要撤离台北股市 所以它其实只是短打 并不是长期的回顾 你现在还是这样判断 没有错 就外资的整个的移出 还没有真正的停止 对它没有停止 但这很奇怪 这台股它应该是稳赚钱的 它反而移出 我相信这是很多投资人的疑虑 对因为其实在整个 外资的看盘的一个逻辑上 其实他们会以 总体的宏观市场 去进行一个判断 那以现在来说 简单来讲 他们观察指标 有一个就是 美元现在在升值 那新台币就是在贬值 那我如果能够称 台北股市在16000点以上的 相对高点的位置 我把台北股市部分 做一个了结 那等于是我了结在 美元的相对低点 然后当我把美元 汇回去的时候 我可以利用新台币的优势 换到更多的美元 完成一次 是非常完美的价差 跟汇差的操作 所以就过去 我们就是这样判断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 状况是不会改变 所以外资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不会太积极的 回补台北股市 好那所以后续 要特别留意的焦点 我们刚刚已经特别提到 在新台币的这个汇率的升变 它的确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美元已经突破了93以上 那所以在强势美元的部分 基本上是可以帮助美国内部 化解一点点通货膨胀的一些压力 强势美元跟内部的通货膨胀压力 是可以有一些抵消的一个效果 你的货币如果升值了 买国外的产品就变便宜了 对那购买力是上升 购买力是比较上升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在殖利率 那殖利率的部分 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个重点 包含像是在 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 已经来到1.75以上 那现在呢 这个趋势 也就是殖利率上升的这个趋势 有从长天期 扩延到中短天期的现象 至少到现在为止 美国公债殖利率的 两年期跟三年期 它的殖利率的短天期的状况 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 那么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到 短天期殖利率的上升 因为短天期的殖利率上升 会跟股市的资金流动性有关 好那所以 你会看到 当短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在上升 同时伴随着美元也在升值 所以代表短天期在 至少在美国的这个股市当中 它的整个资金的流动性 是开始慢慢变得比较趋劲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过去长天期的殖利率在上升 它变成是长期对于股市的 估值修正 它是长期股市估值的修正 然后它会开始慢慢的扩延到 变成什么 短线资金流动性紧缩的调整 所以其实对于今年来说 美元的升值再加上 公债殖利率的上涨 这绝对是今年 全年度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一定是要这样子看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说 现在虽然说台北股市是在 创历史新高的过程当中 不过 真的要特别提防一下 因为外资有时候是打带跑 它就是 也许它是整个亚洲市场一起看 它可能是利用 亚洲的这个台北股市去进行撑盘 然后它去到什么 它深冬极西 先做了一个买台北股市的假象 但是它到什么 它到日本股票 来到韩国股票 来到印度股票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站在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 去做思维 我认为外资全面性对于非美地区 它长期都是站在买法 好 所以韦杰你刚刚提到的 其实我们分成两部分 就台股自己内部的本身来看的话 你不管就技术面的角度或者是目前成交量 然后它因为月均量降低到3100亿 所以使得呢在推升上面呢 需要的成交量可以减少 所以这一点其实对于台股来讲也是优势 然后呢再加上月均线呢 其实扣低比较低的情况之下 月均线就会逐步逐步往上升 逐步逐步往上升 它成为更强烈的推升台北股市 就是往上升的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指标 好所以这些这些因素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台股现在上涨有理 而且目前看起来先不必设高点 你只要把这个低点呢掌握住 就是说万一拉回的时候不要跌破 那基本上都可以站在多方 对这个是台股就中短线的一个看法 但是你提到的是一个大环境结构 要小心注意的闷雷对不对 就晴空万里可能会有闷雷 那个闷雷会是什么 那是美国这个国际大环境 那你看到了美国的公债殖利率 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往上升 这个会影响的是 大家在估算说 到底这个股票的本益比啦 股票的殖利率啦 那可能做调整 所以科技股修正的比较多 但你现在担心的是 短天期的殖利率如果也往上升 那么价格往下降 它可能意味着就是 短期的流动性资金开始受到影响 那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市场动能了 对因为在上个礼拜五吧 应该是上个礼拜五 那个应该是上上个礼拜五 上上个礼拜五 这个鲍威尔其实他在 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意外的丢出了 比较偏鹰派的言论 这个是市场上一直都在讨论 但是因为那一天 对上个礼拜五 因为上个礼拜五 他在盘前讲完那段话的时候 其实最后美国股市还是大涨 对 所以感觉上好像鲍威尔丢出这个言论呢 事实上好像市场上不太有人买单 对就上个礼拜五 他讲的话其实是歌中偏鹰 对 但是他其实是在测试水温 就是说我现在在丢出一个风向球 让市场上觉得说我要升息 市场上的反应是什么 好了那现在市场上是以大涨作收 就是告诉他说我们准备好了 你可以升息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他是先减少购债规模 对他就是逐步的退出 那所以但是他就是比较偏鹰派 你看到他在上个礼拜之前 他讲话超级保守 我们没有看到通胀 我们就继续宽松 2023不会升息 就隔了一个礼拜换了一个人 这个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鲍威尔的动态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环境的部分 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最近这个 Othegos这个大型的这个基金 爆炸了这个事件 其实他其实引爆他的最主要有一个环境 就是美国的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 针对中概股的部分 去进行了一个紧缩的动作 因为川普之前就是说 中概股如果不符合 外国公司问责法 这个规范里面的规定的话 你就是在这边就栽牌 就下市 那这个是一个大环境 因此今年以来 中概股已经开始长期的下跌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呢 这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效应 这个是我们在观察 这件事情要注意的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启船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收尾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韦杰刚刚提到了 就是国际避险公司 那么AshaGo这一次的 这个事件 爆雷事件 这个事情 其实它当然前因 是因为中概股一直跌 那因为 那美国因为 有一个外国公司问责法 然后使得中概股跌 然后中概股跌了之后 就使得它的持股当中 它的这个 过度的杠杆这件事情 就爆了 然后就引发了 这整个事件 好那我们现在要看这个事件 后续会有影响吧 好我想其实 我们举这个例子 其实是要告诉大家 大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家 AshaGo这个基金 它处在一个环境就是 这个去中概股 中概股摘牌的这个环境当中 那当然中概股 它手中重仓就是这些中概股嘛 那这一次其实引爆的 也不是中概股 它引爆的是谁 是Viacom CBS这家公司 就是派拉蒙影业的母公司 因为它股价冲了历史新高之后 它要做现增 再加发可转债 那大家都知道做这个动作呢 会影响到股价 所以股价就大幅度的回档 修正之后呢 高盛发现了就开始砍仓 所以就引发了这个事件 所以环境是去中概股 引爆点呢是现增 那同样的回过头来 如果你把这个As Egos这家对冲基金 换成是台北股市 或是全球的任何一个经济体 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什么 通货膨胀 然后有可能会陆续升息的环境当中 那什么时候会引爆 那就得看说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事件 会成为是它的导火线引爆点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才说 其实虽然台北股市公道历史新高 但是大家呢 还是不能够忘记要提高警觉 因为越是高档 越是处于准备升息的状态 基本上资金紧缩的速度会很快 只是时间点我们不太确定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好这个是远处的闷雷 还短期之内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不会影响台北股市 但是好 很多人都提到了清明变盘 对 接下来就是连续假期 礼拜五 然后跟下个礼拜一 连续四天的连续假期 可能产生变盘的影响 其实变不变盘 这个大概就是 在市场上投资人的一个心理因素 跟自我实现的过程 如果你认为他会清明变盘 这种人的想法欲占多数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发声 就是说 我怕他变盘 所以我先卖 所以在清明节之前 你就真的会看到股市就下跌 你就变盘来了 可是反过来说 如果这样子的想法不多 其实清明变盘的这个 这个说法跟他的行情 反而就是不存在 所以其实呢 这个只是一个自我实现过程 否则 我常常都跟人家开玩笑 如果说节气变盘说 是一个可以依据的一个指标的话 那一年当中24节气 那变盘24次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其实大家就听一听看一看 那变盘说 只是相对于 在警告各位 就是现在台北股市 在相对历史高档 所以有可能 因为他上去 你没有资料可以参考 但是下去呢 空间是蛮大的 所以其实大家就参考 放在心上 当成是一个警戒就好 好 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 产业面的部分 还是要从半导体开始说起 因为昨天呢 刘德英呢 他出席这个半导体协会的时候呢 他提到成熟制程 有重复下单的一个状况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 半导体业者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手上的 满手的订单 万一有一半不是真的 怎么办 对 那这个其实就跟 台电他们年初在讲的 这个评论库存的时候 讲法又不太一样 他们在年初评论库存的时候 其实客户他们正在 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库存调整阶段 所以普遍库存水位高 不是重点 因为他们看的是未来 所以库存水位高 我们都可以接受 可是他到现在 我以为他告诉你说 嗯 重复下单问题很严重 然后 而且他说是功过于求 对 成熟产能是功过于求 然后他直接告诉你是28奈米 那我就想说 那今天连电怎么办 好 那这个很明显 那所以 这个 跟各位讲了 其实不是只有半导体有这样的状况 普遍所有的零组件都有 Double Booking或是Triple Booking的现象 那所以其实 当这样子的现象太过于持续 然后不小心 市场上的需求 没有原先预估那么样的旺的时候 那他就会产生 开始出现恶性循环 这个是大家特别留意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 注意放在心上 因为这是普遍在电子股发生的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所有的缺货行情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因为 这个供应紧张 然后就开始大量下单 然后为了确保自己抢得到产能 所以就不断的重复订单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不是单一现象的话 那所有的这些缺货题材 可能都要小心注意 没有错 我常常说 其实缺货题材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就是他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个 缺货涨价的这个涨价的部分 放到口袋里面 我们常常我们就举这个航运来讲 货柜航运现在还是缺贵嘛 好那缺贵 那你说我就算长期的合约价格 签得再高 我就是没有贵可以出给我的客户 那请问他没有贵可以出给客户 他的钱能够放到他的口袋吗 还是不行嘛 所以报价归报价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有航无事的现象 所以后续在这样涨价题材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特别留意就是每一家公司 他到底能不能够出现营收成长 或者是获利增加 如果他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表示这个就是有航无事 这个是未来 可以从财报面去进行观察的地方 那另外台积电的部分 我们先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个外资虽然在最近有出现比较连续性的回补 但也回补两天而已啦 那相较于卖的力道还是差太远 所以台积电外资还是站在卖方比较多啦 那外资呢其实就过去来讲 才刚刚在600块以上 卖了大概50万张以上 那所以这个会不会在600块就回补台积电 我个人是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那另外呢从波段来看 今年以来台积电的走势今年以来 它就是高点不过低点跌破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明确 就是空头的一个走势 那另外如果说你要看到就是说 台积电要转强 那很简单前波高点先过 前波高点就3月12号的高点